各位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财政部分的学习 第二部分一共有五章内容 其中分值最高的是第十二章 税收的基本制度 而且这张篇幅是比较多的 那其次重要的是第九章 公共物品与财政职能 可以说第九章是我们整个第二部分 打基础的章节 所以这章里面考点也是比较多的 那其他的第十 第十一和第十三 基本上也能达到三四分这种平均分 所以整个第二部分 各章相应的考点都是挺多的 所以大家在学这部分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我们后面强调的重点 熟练的把握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学习第九章 公共物品与财政职能 那么我们要告诉大家 什么叫公共物品 为什么公共物品由市场去配置是失效的 那么既然市场不能配置 应当由谁来提供呢 那就是政府 那政府相应的这些收入和支出叫什么 就叫财政 所以说牵扯到一个财政职能的问题 这张平均分大概在五分左右 属于重点章节 那么整个这张一共有六个支点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个 第三个和第四个 所以在具体学习的时候 一定要熟练的把握住 我所强调的考点所在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支点 公共物品的定义及其融资与生产 在第一个支点里面 我们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公共物品 那么公共物品由谁来出钱 那么钱到位了 由谁来生产 另外 全社会到底需要多少公共产品 这个需求是如何显示的 主要就是谈这几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什么叫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 它跟私人物品是对应的关系 这件衣服在商场里面 如果被冯老师买来之后 同学们就不能再买了 其他人也不能再买了 那这件衣服我买来之后 所有钱就归我所有 我购买了之后 那就影响了其他人 对这件衣服的一个消费 这叫私人物品 而像这种国防 像治安 像这种路灯 这些产品 显然它跟私人物品不一样 像路灯这种产品 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 那么路灯相应的 我们建好了之后 你从这条路走过 它会为你照明 再多一个人呢 我们的支出依然没有增加 还可以为其他人来照明 所以你看一下 增加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并不同时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了 那类物品 就叫公共物品 像国防 像治安 像路灯 都是属于我们所讲的 公共物品的范畴 增加一个人的消费 并不减少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 它跟私人物品是完全对应的一个关系 所以以这个路灯典型的例子来作为切入点 就很好把握它的概念了 除了掌握住概念之外 我们还得知道这个概念 首次提出者是谁 这个首次提出者保罗萨米尔森 曾经也是出过单选题的 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 而且咱们这本书 其实涉及到外国人民的并不多 所以只要出现的话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印象 那么保罗萨米尔森 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1970年的时候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被称为凯恩斯的极大成者 以及经济学的通才 之所以称他为通才 是因为保罗萨米尔森 他懂得非常的多 他研究的领域也非常的广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那就是把数学 引入了我们经济学研究的领域 而且取得了非常高的一个成就 那么其他呢 我们就不再多做扩展 大家对保罗萨米尔森 首次提出公共物品的定义 这个支点要按照单选题来把握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来谈一谈 公共物品的特征了 在这里面要留意一下 公共物品的前面有一个字叫纯 纯公共物品 那显然除了纯公共物品之外 肯定还有一类公共物品 那公共物品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广的 它既包括我们说的纯公共物品 还包括准公共物品 那我们先来给大家补充一个下面支持点 我们先区分清楚 什么叫纯公物品 什么叫准公物品 你像我们举的例子 像国防 像治安 像路灯 这些物品 不管你增加多少消费者 我们的支出是固定的 那么多一个消费者来消费它 也不会影响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 这叫纯公共物品 而像道路 像桥梁 这一类公共物品 它就不一样了 当道路上的行人 桥梁上的行人越来越多之后 原先的这些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就会受到影响了 达到拥挤了数量之后 那我们得想办法去控制了 比方说我们得收费 所以你看高速公路啊 什么桥梁啊 我们会收一些过路费 什么过桥费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这些产品 它是属于准公共物品 不是纯公物物品 它有一个拥挤的数量 达到这个拥挤的数量之后 原先这些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就会受到影响了 那么政府就要考虑 再投资去加宽道路 加宽桥梁等等 因此你看一下 这类产品跟我们之前 举的纯公共物品 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先弄清楚 什么叫纯公共物品 什么叫准公共物品 准公共物品 在达到拥挤数量之前 它跟纯公物品是一样的 增加一个人的消费 不会影响其他人的消费的 但是当它达到了拥挤数量之后 再增加消费者 就会影响原来的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了 所以达到拥挤的数量之后 就体现了一定的市场因素在里面 其实更多的 就具备了私人物品的一个性质了 因为它要通过收费 去界定到底哪些人能够享用它 哪些人不能够享用它 这是我们在谈 纯公物物品特征之前 给大家补充的什么叫纯公物品 什么叫准公物品 那么理解透彻之后 我们再来看纯公共物品的特征 那么纯公物品 显然不管增加多少消费者 都不会影响到原来的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水平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掌握住一道多选题 纯公物物品的特征有哪些 这是一道多选题的考点 一共就两个特征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以及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除了掌握住这个多选题之外呢 针对每个特征还会细化去考察 所以我们再来谈一谈 什么叫非竞争性 什么叫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所谓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就是我可以消费它 你也可以消费它 多一个人消费之后呢 没有增加相应的成本和支出 因此我们之间没有相应的竞争关系 这不像我们的私人物品 这件衣服被冯老师买来之后 那其他人就不能再来消费这件衣服了 显然私人物品多一个人消费它 它相应的支出啊 包括这个生产的成本就要增加 现在社会上对这件衣服有10个需求量 假如再来一个需求量就变成11个了 那生产厂商要生产出来11件衣服的时候 就比生产10件衣服的成本要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什么叫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它指的就是增加一个人的消费 也不增加任何额外的成本 你像我们举的路灯的例子 我们每年假如花在路灯上的钱是固定的 那么花完这些钱之后路灯就建好了 建好之后不管消费这些路灯的人 是增加还是减少 总之这笔支出已经是固定了 比方说我们就支出500万 那好了不管有多少人来消费这些路灯 我们这项支出就是500万 也就是说增加一个人消费的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什么叫边际供给成本呢 看到边际两个字 大家要留意 这属于两个增量之比 每增加一个人消费到底增加了多少成本 这叫边际供给成本 为什么纯公共物品相应的非竞争性里面增加一个消费者 而边际供给成本为零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增加一个人消费并不增加任何额外的成本 也就是说这个ΔC是等于零的 原先消费这个路灯的有10个人 现在呢有11个人了 人数是增加一个 但是我们路灯的支出是固定不变的 因此两个支出相减等于零 分子等于零 相除之后我们的边际供给成本 当然是等于零的 强调的是集体来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在收益 这后半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们的支出已经定了 那么从全社会的总福利来看 当然越多的人来消费这些公物物品 我们全社会的总福利是更高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公共物品应当由集体去提供 因为由市场去提供 它是失效的 你想一下 在消费上是没有竞争性的 增加一个人的消费也不增加相应的成本 所以提醒我们了 集体来提供公共物品是具有较高的一个潜在收益的 这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再来看一下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正是因为消费上是非竞争性的 所以你要想排除那些不交费的人去使用 是很困难的 一种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出来 要排除一个额外的消费者 在技术上不可行 或者说尽管技术上可行 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而且也不符合我们尽量的实现 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这样一个原则的要求 比方说这路灯修好了 那么原则上呢 我们是给纳税人去使用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不是纳税人 他也没有给国家交税 我们是不是就不让他们使用这些公共物品呢 那从技术上来说 其实很难排除 但是你要说非排除 可不可以 可以 每天在那看着 好你没有交税 你不能消费这个路灯 那你看一下 尽管技术上可行 但是其实成本是更高的 显然不符合我们实现 全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样一个原则的 强调通过市场机制 去提供公共物品的潜在困难 你想一下 我们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 都是按照正常的 等价交换的原则 你给我钱 我给你产品 但现在 很多的公共产品 哪怕不交钱 你也能够使用 所以你看一下 理智的消费者 那肯定不愿意去交钱 因此 相应的这些公共物品 你通过市场机制 是没法提供出来的 相应的企业也好 相应的个人也好 他们是不愿意去提供 这类公共产品的 你比方说你让某一个企业或某一个个人 你去提供陆登这种公共产品 你想你怎么去收费 没办法收费 所以像这类产品 市场无法提供 因此通过市场提供是很困难的 再加上由集体去提供 是有潜在收益的 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了 像这种纯公共物品 应当由政府出资 就是由财政去出钱来提供 这是我们分析的 纯公共物品的两个特征 除了掌握住两个特征之外 我们还得知道 这两个特征里面 谁是主要特征 谁是派生的特征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是主要特征 就是因为消费上是没有竞争性的 才决定了我们无法去排除那些不交费的消费者 所以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它是派生特征 在这个支点里面 我们要掌握住纯公共物品有哪两个特征 多选题 那每个特征是什么意思 各自的单选题要掌握清楚 另外谁是主要特征也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是经常会出考题的 一定要理解透彻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公共物品的需求显示 我们知道像私人物品 到底全社会对它需求多少 这个是怎么显示出来的 那就是通过市场的行为 我们自愿的进行市场的交换活动 我需要这件衣服 其他社会主体也需要这件衣服 好了 一段时期之后我们统计出来 对这件衣服的需求量一共是100件 你看 这完全是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来实现的 但是公共产品 你能够通过市场行为去给它统计出来吗 我们需要多少国防 需要多少治安 需要多少其他的公共产品 显然不能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去实现 因为这些公共产品 我们说了 消费上是没有竞争性的 消费上也是没有排他性的 所以理性的消费者都不愿意掏钱 都愿意免费去使用这些公共产品 因此要想统计出来 对这些公共产品的需求 怎么统计的 是通过这种政治机制来实现的 那么政治机制呢 一般就是属于投票 这种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来定 这种政治机制 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思路呢 就是你直接给相应的方案 我们来投票 第二种思路就是你先给这些政治家来投票 那么每个政治家 他上台之前会制定各种公共产品 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这些方案 那么你选择了哪一个政治家 那背后就代表着你给哪一个方案进行了一个投票 所以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都是通过政治机制来实现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 他们的需求显示 以及交易的机制 私人物品就是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 来显示全社会对他们的一个需求 那么通过出价来表示 公共物品呢 它是强制性的政治交易 可以通过某种投票程序 选择公共收入或支出的方案 这是直接对方案进行来投票 还有一种就是给政治家和官僚去投票 最典型就是美国 相应的这个总统的候选人 其实都代表着各个经济利益集团 也代表着不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案 你选择了特朗普 那么其实我们是相当于把票 就投给了特朗普所对应的 相应的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一个方案 所以你看一下 不管是哪种思路 都是政治机制来显示公共物品的一个需求 所以最终的一个思路 还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交易机制 既然投票嘛 那肯定得过半数以上去同意 我们某一个方案可能才能通过 所以是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我们谈的公共物品的需求显示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公共物品的融资和生产 先来看融资 融资就是资金的一个获得和筹集的问题 就是谁来出钱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需要提供给大众 那么谁来出钱呢 怎么来出钱呢 其实我们公共物品的融资有三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显然就是政府融资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之所以要谈财政的问题 就是因为在某些领域市场配置资源是失效的 所以需要政府出面去解决问题 因此最主要的一种方式就是政府来融资 政府怎么来融资 就是政府的钱从哪来啊 无非就是通过税收的形式 发行国债的形式 而且在咱们国家财政收入90%靠税收 而税收又是强制征收 法律明确规定好了 哪些人是纳税义务人 按照多少税率去征收 什么时候去交税 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 属于强制融资 因为交税这件事不是你想去交就交的 你不想交就不交的 这是强制去融资的 第二种呢 叫私人融资 那既然是私人融资的话 因为私人对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 他们有必须的一个义务 因此他们去融资的话 属于自愿融资 我愿意出钱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要是不愿意呢 就可以不提供 第三种就是政府融资和私人融资一个联合 叫联合融资 两个方面的力量都有 那么共同来出资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这是我们谈的公共物品的三种融资方式 按照多选题来把握 政府融资 私人融资 以及联合融资 那么针对这不同的融资方式 可能还会细化考察 那接下来我们一一来学习一下 所谓政府融资 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政府的钱从哪来 那么90%靠税收 而税收这件事 不是你想交就交 不想交就不交 我们有法律明确的规定 所以它属于强制融资 那么为什么需要政府去融资 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去提供这些产品呢 因为有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 什么叫免费搭车 这个概念按照一个单选题把握清楚 其实这个概念 还是比较形象的免费搭车嘛 你不交钱 免费搭了一个顺风车 就是理性的个人 倾向于由他人付费 自己坐享其成 你看一下 相应的这些公共产品 因为它在技术上 没法去排除哪些人能够用 哪些人不能用 换句话说 谁都能用这些公共物品 那显然理性的消费者 是希望他人去付费 而我自己来享受这些公共产品 这是最好的 所以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 使得公共物品市场融资机制就失灵了 我们前面分析过 既然不能通过这种 谁交费谁没交费 来判断是否能够使用这些公共产品 因此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就使得市场去配置这些资源是失灵的 那么方式就是 政府以强制税收的形式 为公共物品进行融资 这种税收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你如果不交税 如果你偷税漏税 那么相应的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融资 那么政府融资也有他自身的缺点 因为政府去出钱提供相应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话 只能满足大家基本的一个需要 不可能满足多样性的需求 我们以义务教育为例来讲解 那么国家能够提供的义务教育 一般就是这种小学和初中 那至于你想学舞蹈 你想学音乐 你想学其他的一些课程的话 你得通过市场的机制 再去决定你需要哪种产品 那么国家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 对公共产品的一些特殊的需求 所以它的缺点就是 难以满足多样性的需求 非常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融资 叫私人融资 我们说公共产品和服务 它应当是由政府去提供 是政府的义务 不是我们私人的义务 所以即便我们提供 也是自愿去提供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看完这个案例就知道 为什么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也能由私人去自愿提供了 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农村 那么这些村民呢 都是以种植蔬菜和水果 作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的 大家也知道 蔬菜和水果一旦丰收之后呢 应当尽快的运出去卖出去 否则的话 可能就会很快的腐烂 带来经济损失的 那么由于这个地方比较偏远 这路况是很差的 一到下雨天 那路上全都是泥 可能这车都开不出去 相应的这些水果呀蔬菜 也没法及时的运出去 会带来很大的损失 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全村的村民就开始啊讨论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集资 修一个道路 然后呢 路况修好之后 那相应的这些水果收菜 运输出去是更方便 更便捷的 也能够保证农民的这个收入的问题 那么大家一拍即合 很快就开始集资 就开始修路 那后续相应的这个整个村子的 经济发展就越来越好了 那么从这个案例能看出来 本来这种道路这种产品 应当是由国家出钱去修的 但是有可能 现在这些财政呢 还不可能覆盖到所有的地区 因此这一部分集体 自己出钱去提供这些公共产品 也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私人融资的适用情形 公共物品有时还经由收费的集体行动 而被自愿提供 就像刚才 我们在全村范围之内集资 这不就是一种收费的情况吗 特别是在公共物品的收益结构 和成本分担都比较清晰的小规模集当中 你看一下 我们整个村子建这个路 就是为这个村子的经济发展去使用的 那这里面相应的 谁出多少钱 跟他自身的种植规模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成本的分摊 还是说这种获益的这种结构 都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能够分得清楚 谁交多少钱 或者说当提供者同时也是 该公共品的主要受益者的时候 才愿意去出资 你看一下这条道路建成了 主要还是该村的村民来使用的 那其他村的人没有来使用这个 所以你看一下他们是愿意去提供的 那假如现在需要这个村的村民去交钱 给其他村去建路 给他们去修建道路 你觉得他们会同意吗 绝对不会同意的 所以适应的情形就是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说 收益结构和成本的分担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能够分清楚权责力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相应的提供公共物品的人 也是主要的受益者 这个时候他才愿意去提供 这是私人融资 当然私人融资也有它的缺点 因为私人融资呢 它就是满足部分地区 部分人群的一个需求 它能满足一些特殊性的需求 但是由于它的这种资金数额 毕竟是有限的 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不足 结构不平衡 你像我们刚才举的案例 它也就在这个村子里面修道路 它不可能说给所有的这些需要修路的地方 全都修上流 因此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而且仅局限于这个地区 所以结构上也是不平衡的 这是私人融资 第三种呢叫联合融资 就是既有政府出钱 也有个人出钱 一般常见的方式就是 政府以财政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的方式 鼓励私人机构去提供公共物品 那比方说 现在私人机构去提供公共物品了 那么政府呢是鼓励这种行为的 所以会给予财政补贴 会给予一些税收优惠 以及税收减免等等 这也相当于是 政府也出钱去参与了 因此这叫联合融资 这三种融资方式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 一个是政府融资 这也是主要的方式 是强制融资 一般是通过税收的形式收上来 但是有它的缺陷 它不能满足一些特殊的需要 第二个叫私人融资 是自愿去融资的 它相应的适用情况 我们已经分析完了 另外它的缺点就是 不能满足数量的要求 以及不能保证 结构的一个平衡的问题 第三类叫联合融资 就是政府和个人 就是政府和私人机构 联合去出资 来提供公共物品 这三种融资方式 按照多选题把握清楚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支点 公共产品的生产 我们前到位了 谁来生产 如何转为产出 那相应的 大家会说 既然主要就是政府来融资 那肯定都是政府来生产 这个不一定 当然这个政府生产是主要的方式 除了政府生产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主要方式 叫合同外包 还有其他的什么特许经营 合同委托的方式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就是政府生产 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家 雇用公众雇员 跟他们签订纪约合同 最典型就是我们的公务员 什么国防 什么治安 什么法院 警察等等 这些都是公务人员 他们为了维护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跟政府签订相应的一个协议 为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提供自己的一个服务 这是政府生产 第二种叫合同外包 你看一下 把相应的公共产品 外包给了其他的主体去提供 那么为什么可以外包给其他的主体呢 大家想一下 政府它不可能提供出来 所有全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即便能提供 它未必是效率最高 成本最低的 所以我们就寻找那些 最有能力去生产公共产品的 机构 那么由这些机构去生产 可能效率比政府自己生产还要高 可能质量还要更高 可能成本还能控制的更低一些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思路 不一定非得由政府去生产了 你比方说 我们修建一条高速公路 那我们把这个高速公路 这个公共产品相应的 以合同的方式 外包给一个专业的 修建高速公路的团队去生产 这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一下 在合同外包当中 私人签约者 它可能是盈利性机构 也可能是非盈利性机构 所以我不管你对方 是什么样性质的机构 你只要按照政府的要求 把这个公共物品 按质按量的给它提供出来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不论性质如何 合同外包都是公共服务 提供私有化的表现 你想一下 如果是公共有化呢 那都是属于政府直接去生产 现在我们以合同外包的形式 包给了其他机构来生产 公共产品 这相当于是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了 在这个支点里面 大家要理解透彻 相应的去生产这些公共产品的 我们对这个机构的性质没有要求 你必须得是非盈利性机构的 就像我说的 你只要能够按照政府的要求 把这个公共产品 按质按量的给它生产出来 就可以了 至于你自身是是不是盈利性质的 我不管 这块每一句话都有可能 作为多选题的选项 去考察大家一定要留意清楚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方式了 特许经营 就是我特别允许你来生产或经营 某一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另外就是合同委托 以前合同的形式 委托给第三方去生产 供给的主体不限于政府和僧人企业 还包括社会组织 什么慈善机构 事业单位等等 你看 对于跟政府合作的这些机构 没有特别的限定 你只要能以最高的效率 最好的质量 最少的成本把公共产品给我提供出来 那就可以跟政府去合作的 所以这块谁来生产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政府生产和合同外包 这个按照一个多选题掌握清楚 另外 合同外包的时候 跟政府来签合同的这些机构 是不是盈利的 没有特别的规定 有可能也会考察的 所以要留意一下 还有这句话 合同外包是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的表现 也得留意一下 他考试的时候可能会作为迷惑选项来考大家 他说政府生产是公共服务提供私有化的表现 那就错了 如果直接由政府去生产 那就是公共服务提供公有化的表现了 合同外包才是私有化的一个表现 那其他的这些描述也要稍微的知道一下 不限于政府和孙企 社会组织慈善机构事业单位都可以 再来看一下整个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结构 那这个制度结构包括我们前面谈的相对的一些思路 首先第一个 你得先定好这么多的社会产品里面 到底哪一些应当由政府去提供 分别又提供多少呢 所以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制度 你要想一下人文生活衣食住行 各方面需要的产品是非常多的 那到底哪一些物品由财政区提供 分别又提供多少呢 你比方说国防治安什么教育医疗 我们假如定为公共产品的话 那这些物品分别要支出多少钱 那这个也得先做好决策 这是非常核心的内容 因为这个一旦定好之后 我们下面才去谈怎么去融资的问题 怎么去生产的问题 谁来使用这些公共产品的问题 所以它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核心 第二块就是融资制度 就是谁来付钱怎么来付的问题 有三种 政府融资 私人融资 联合融资 第三个就是谁来生产的问题 包括政府生产 合同外包 还有些其他的方式 第四个 受益分配制度 谁来受益 规模和结构又是怎么去分配的 我们知道原则上 公共物品是每个人都能够去享受的 但注意咱们国家人口太多了 十几亿人口 不可能说每个人都有份 所以此时我们都得去界定一下 到底谁来受益 它的规模和结构又是如何的 所以这块 受益分配制度也得是考虑的内容 这是我们谈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结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十三五规划 关于十三五规划呢 是18年教材新增的一个内容 或者说新调整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十三五规划里面 我们提出了四个要实现的目标 首先第一个 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 这里面要关注均等化三个字 其实就是说 全体人民应该更加倾向于 公平的平等的去享受 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是现在呢 我们其实各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 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城市里面可能相应的 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但是像农村啊 还有一些贫困的地区 可能就很难享受到 同等水平的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了 所以目前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 或者说实现一个目标呢 就是均等化水平要稳步的提高 第二个 标准体系全面建立 换句话讲 你政府到底应该给我们 提供哪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你得有一个标准啊 你得列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到底怎么去列 得看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要上学 我们要学有所教 我们还要就业 我们要老有所得 我们要老有所养 我们要病有所医 我们要住有所居等等 这是我们的需求 我们有了需求之后 那好了 政府你给我们列清单 你得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些 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们既然要学有所教 你就得提供公共教育 我们要老有所得 你就得有这种就业和创业的保障 我们要老有所养 你就得有这种社会保障的体系 我们要病有所医 你得有医疗相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等等 你看相应的标准体系的建立 其实依托于我们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一个需求的 把这些标准体系全面的建立起来 全面建立起来之后 清单列好之后 后续有没有按照清单 去给我们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我们才有了监督的一个操作依据和把守的 否则的话 政府到底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啊 量上达没达到 质上达没达到啊 所以有了清单 有了标准体系的建立 我们后续才能更好去监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第三个保障机制巩固健全 清单列好了 谁去提供 怎么提供 那具体有谁去操作 那一系列的保障机制 你得给它健全起来 比如说我们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人才队伍你得搭建起来 而且这些人才队伍本身的素质 你得能达到要求的 第四个制度规范基本成型 相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牵扯到广大老百姓的这种切身的利益问题 所以说到底提供哪些 你有没有达到最初的这个清单上面的这些要求 我们得有制度去规范你 达到一个高度 不是说你列好了清单 后期也不提供了 也没有一些处罚的措施和制度的 也没有人去监督你的 我们要制度规范要基本成型 这样的话整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体系 才能越来越规范 那么让全体人民共同去监督我们政府 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这是十三五规范我们提出的 四个方面的一个目标 这四个方面的目标 建议大家按照一个多选题 稍微的准备一下 我们来看一到16年考古的单选题 关于公共物品及其特征的说法 正确的是 A消费的非竞争性 是公共物品的派生特征 这个地方说反了 你先回忆一下 什么叫消费的非竞争性啊 那就是说增加一个人的消费 并不减少其他人的消费 也并没有带来支出的一个增加 增加一个人消费的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所以这就决定了 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这才是主要的特征 就是因为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 所以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来享受公共物品 因此从技术上没法去排除那些不交费人群的一些使用 所以才决定了它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 这个才是派生特征 所以你看A和B刚好说反了 C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增长了一个人消费的边际供给成本为零 正确的 我们的某一项公共产品支出已经定了 那不管有多少个人来消费 我们不会再变这个支出了 所以分子这个变动率肯定就是零了 因此整个结果就是零 我们的边际供给成本就是零 第一 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增长了一个人消费的边际供给成本不为零 错了 非排他性指的是你不能排除到底谁交费了 谁没交费 谁能去使用 谁不能去使用的问题 所以相应的在技术上排除是有难度的 即便你能排除 你要花费较高的成本 花费较大的代价 那这种情况下 也不满足于我们说的要实现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一个要求了 因此尽量的不要去排除 既然钱已经花了 让更多的人去享受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 站在集体提供公共产品的去说 我们的潜在收益是更大的 所以这道题说法正确就是C选项 通过这道题能看出来 我们近些年考试它综合性越来越强 你看一下 基本上把这个消费的非经济性的概念考了一遍 非排他性的概念考了一遍 那么谁是主要策征 谁是排斥策征也考了一遍 所以这道题还是比较综合的 而大家先进行的计算数上去 有效施策征也留意到 我们转发霍遍